昨天,政治立場鮮明的反佔中團體邦港出聲 高調地指出,如果不阻止學生參與佔中 學校和老師可能要負上法律責任 面對一個這樣的歪理,正是準備次之以備之際 竟然看到教育局長吳克劍變身成為邦港出聲的成員 和應著他們的觀點 呼籲教師切勿參與佔中行動 也指老師如果因為參與違法行為而被定罪 要承擔法律責任後果 也不要鼓勵學生佔中 見到堂堂一個香港教育局長 竟然淪為一幫政治小丑的應聲蟲 作為教師的我,只是感到情何以堪 事實上,一直以來 從來沒有一間學校,沒有一位老師表示過會帶領學生去佔中 而且佔領中環的公民抗病行動也未有開始 甚至根本不知道會不會進行 但是吳克劍竟然可以無中生有 憑空地警告,踐踏教師的專業自主 製造白色恐怖 我認為這是必須要予以強烈的譴責 首先,吳克劍的言論是將佔中運動簡化成一個非法的行為 但是卻目視了佔中運動現在正在進行和平、理性、合法的民間商討活動 很認真、深入地討論不同的政改方案 而這些不是正正就是政府在每一日宣傳希望市民參與的政改諮詢嗎? 學校進行公民教育,或者是教授通識課程 向學生介紹和課程相關的業門時事 邀請不同的人士和學生講解立場 實屬正常不過的教育活動 而根據教育人員專業操守議會的香港教育專業守則 教師對於學生的責任是既應關心學生的安全 亦都要鼓勵學生獨立思考,作出理性的判斷 以及培養學生的民主精神 只要確守以上的專業守則 我看不到有任何的原因 教師是不可以將佔中運動相關的事實 以及討論帶入校園 不過,一年前,吳克劍被問及 教師學生是否不應該參加佔中的時候 他的回應是,學校應採用一個多元、多角度的了解 讓學生就有關資料有自己的看法和作出判斷 這個才是重要 但是,今天的吳克劍態度180度轉變 對於一個和平的社會運動未審先判 並且以承擔法律責任、影響職業前途等等 向老師製造一個寒蟬效應 同時也阻礙了學生全面了解政改發展的機會 不禁令人質疑,吳克劍是否已經變成了 政府壓制政改不同意見的打手 還有沒有資格作為一個教育局長 今天不准提佔中 明天可以不准你說六四 然後,當所有和政府立場不同的觀點 都成為校園禁忌的時候 我們才去出聲反抗 到時可能已經太遲了 www.zofer慶 很快 我們不准 到時可能會被輝 herb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